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在上個月 美國政府就出手 拒絕向部分中國留學生發出簽證 而在這批留學生當中 大部分人在大陸那裡 都曾經就讀過一些具有軍方背景的院校 來到今個月 英國和日本都不執書 決定緊隨美國之後 連環出擊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太陽事報》的報導提到 英國政府已經決定了 擴大對留學生准入學科的安全審查職權範圍 審查目標涉及 評估一下這班留學生所申請的學科 是否牽涉英國的國家安全 換言之 遲些 凡是牽涉到敏感科技或高薪科技的科目 要就讀就相當困難了 因為人家都開宗明義說到 要捍衛國家安全 如何捍衛 就是要倒截 部分以留學生身份 作為掩飾的間諜 涉取敏感技術的可能性 當然 我相信 英國對留學生 去就讀文科或社會科學 是無任歡迎的 因為這些學科 沒有什麼可以偷 最多可以偷些 做電子書 英國國家安全委員會 之前已經定了一些規則 阻止幾百名中國留學生進入英國 對於那些已經獲批簽證的留學生 若然經過審視後發現 他們是存在安全風險的話 將會被吊銷簽證 驅逐出境 人家就把國家安全放在第一位 英國方面就這樣做 至於日本又怎樣 日本又慢一點 根據《讀賣新聞》的報導所說 日本政府打算在明年 對於留學生和外國研究人員的簽證 加強這個審查 日本政府提到 這個舉措的目的 是為了強化保障經濟安全 擔心日本的先進技術 或者敏感資訊 可能會經由這些所謂的留學生 傳到中國或者其他國家 日本的國家安全保障局 亦決定了和外務省 法務省 經濟產業省 和防衛省 共同分享這些可疑人士的資料 並且會建構一個新的系統 等負責批給簽證的駐外單位 來使用 一旦發現 申請留學生簽證的人士有可疑 當局想都不想 會拒絕法級 實情這些措施看起來就好像專門針對中國 但其實按照環球時報老總胡錫進的邏輯 應該是對中國有利才是 因為美國移民局發了一份政策文件出來 說要停辦共產黨員移民去美國的申請 胡錫進就馬上彈出來 說對中國其實不是有壞處 因為可以幫中國留住更多的人才 其實就是留住更多的錢 現在這些外國 英國也好 日本也好 澳洲也好 美國也好 人家說要嚴審中國留學生的資格 有什麼問題 為你留下更多的人才 按照你的邏輯 絕對是好事 不過我想也不明白為什麼胡錫進會對號入座 實際上人家真的說共產黨 我看完文件都沒有針對中共 雖然在全世界來說 中國共產黨的黨員有9100萬之多 絕對是多過全世界其他共產黨黨員的總和 但人家真的沒有說你 可能他在說日共也可以 日本共產黨在民主政制有份參選 秘書長智偉和夫還在支持周庭 他也遭殃 他也是共產黨 哈哈哈哈 人家都沒有說明是針對你中共 我也不知道你胡錫進回應什麼 你一回應的時候 你就覺得人家在說你 你自己踩在沙灘裡 明明人家都沒有說你 你豈不是告訴別人 中國共產黨員很喜歡移民去美國 現在你不要說老窩 老窩就叫做人民革命黨 朝鮮就叫做勞動黨 當不關事 古巴有共產黨 越南有共產黨 執政黨 是不是 又不見越共回應 又不見古共回應 這麼愚蠢 這些人真的 你自己真的踩在沙灘裡 你得你回應 現在全世界共產黨的政黨 真的得中共 但是你是中共 胡錫進 只有你回應 沒有別人回應 真是愚蠢 講回劉學生的問題 就是防止人才外流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大陸說要發展經濟內循環 美國商務部嘉陣史說要對付中心國際 就是要求美國的供應商 在未取得事先許可的情況下 就不能夠再供貨給他 大陸的媒體怎麼說呢 就說美國這個舉措 其實只會激起中國自主研發芯片的決心 而且只會搬石頭踏自己的腳 因為美國的芯片的供應商 有四分之一的貨 其實都是出給大陸出給中心國際的 這樣就會令到他有損失 說這些事情 既然不好的事情都被你說得這麼積極 變成是好的時候 現在不讓你這些人去留學也好 或者是左審右審 都好像嚴屍一樣 既然大陸有這種這麼積極和樂觀的想法 不好的事情都會變成好事情 再加之外國也不需要再收容或者接納這些留學生 因為這些留學生往往都會成為一些駐外的離岸愛國者 只是去到別人國家那時候 又唱義勇軍進行曲 又揮舞五星紅旗 實情這麼愛國就應該逗留在自己的地方 現在限制留學生簽證 求仁得仁 一家便宜就兩家著 唯獨要批評的是特區政府 為什麼呢 因為全世界都加強對於留學生資格審查的時候 特區政府在這方面 好像還在猛壁壁一樣 搞到香港好像沒有染雞籠一樣 只是2018年 大陸畢業生在香港的就業安排 就批評了9206人 在過去五年一共就批評了45500多人 這是一個什麼數字啊 大佬 這群人來到香港 就和香港的畢業生競爭的就業職位 其實就變相在壓縮本地畢業生的生存空間 這絕對是 因為本來你這9000人不來的時候 那9000多個職位 就是香港人去做的 而這9000多人他一定要有工作 才可以在香港交租 才可以在香港生活 所以這9000多人一定是就業的 不會是失業 就算失業也是極少數的 他就搶了你9000多個職位 五年間就搶了你4萬多個職位 這些有名字你叫的 他們的圈子群體叫港漂 但是奈何呢 我們的節目經常說 社會上沒有什麼人重視 喂 這些絕對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你想想一年9000多人 香港一年那些大學畢業生 說本地那些 有多少人啊 大佬 他就已經佔了這麼多 這個問題根源是來自哪裡呢 就是當年老董搞了什麼 教育產業化出來 就是說叫那些大學 你不要只問政府拿錢 你自己都搞一些盈利出來 於是那些大學怎麼搞呢 就收那些外國學生 外地學生 又內地學生 就收得最多就是大陸來的那些 走來香港做什麼 讀那些受課式的碩士課程 讀一年就畢業了 接著他就留在香港找工作 香港的中資企業 就收納這幫人 請這幫人 實請大家去中環看看 那些金融機構很多都請這些普通話的港漂 很多高檔次高薪的職業 就被這幫人做了 如果這幫人本身不來香港的時候 那他怎麼都要請人的一個企業 那就請回本地人 所以這個是很嚴重的問題 不過沒有什麼人重視 我們再看那些所謂專財計劃 2018年包括這9000多個大陸畢業生 一共24999人 2018年 5年計算是116000 你看到18年是25000 5年加起來是11萬多 趨勢是在上升的 因為一年25000 計算5年應該是12500 那不是5年只有116000 就是那個數字在上升 所以這幫人來到香港就越來越多了 又是內地人才 又是優秀人才 又是資本投資 又是科技人才 九十幾萬 所以不要以為上面下來的那些一定是做下欄的事 甚至乎是不做事 去拿福利 其實最高層次的那些都被他們在這裡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